讓孩子叫車才剛行駛過路口 夏苗整台車突然像失控一樣 直直往路邊衝撞 遭撞的白色叫車車尾全會嚴重變形 就連機車也撞成一團貪倒在地 這起連撞事件發生在台中市北區 近華北陸與大德街路口 7號凌晨三點肇事的陳姓男子 在凡家途中疑似疲勞駕駛 一個謊神整台車猛撞停在路邊的車輛 總共15台車遭到波及 這家聲響禁止附近住戶立刻報警 索性駕駛僅有身體多數挫傷並無大礙 而沙路則傳出一名機車騎士闖紅燈 遭汽車攔腰撞上 路口號制變成紅燈畫面下方 突然竄出一名機車騎士 大啦啦闖光紅燈後 還轉頭過去看看有無來車 沒想到下一秒就被紅色轎車攔腰撞上 騎士整個人彈起重摔地面 這起車禍發生在6號沙路區永林路口 激行騎士為搶快闖紅燈卻釀成車禍得不償失 台灣則有一名男子酒駕撞上路燈 整台車四腳朝天躺在路中間 警方到場時 駕駛神智不清地坐在路邊 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警方呼籲民眾切勿貪圖方便 執法犯法 駕城車禍不僅害己也害人 記者綜合報導 尷尬 詞生